大家好, 大家早晨 Wian和我一起看市場 Wian你好 你好 先報一個行指 現在在24,275點 今天卸了443點 跌1.8% 成交到現在有638億 外圈不做好 廣告, 接著插下來 都破了支持位 24,500點 如果站得穩比較好 下一位會不會低於24,000呢? 下一個位會不會低於24,000 就不用看24,000那麼遠 首先看24,200 24,200 這個位置就是之前幾次都下市的一個位置 一個叫平均值 因為9月試過24,14多 再之前就你看8月份 其實也是試過24,000多 我直接查一下低位是多少 如果你說看9月份的低位是24,213 是24,213 這個是9月9日的低位 如果你說看8月7日的低位是24,167 是 我們取個平均值24,200 這樣上下的位置 這個水平如果穿了整個形態就會轉差 是 但是就很貴的 如果穿了 但是它可以收視站上去 後市反而你可以看好一點 我們從技術上看 所以你先審視 市場亦都很多人是持了一個觀望的態度 你看成交沒有特別增加了 是的 你即使是一個都幾大幅度的跌市 1.7%是幾大幅度的跌市 那個成交現在都是六百多億左右 不算我特別多的一個成交 所以暫時來說 就不是說那個組員特別沉重 不需要過份憂慮 都是看一些技術位 如果你說看俄維消息 其實反而聯絕局放減 未來三年都不減息 反而是好消息 未來三年都不加息 不是減息 這個簡直是好消息 對於資本市場 肯定是相對利好的消息 但是 你看到NASDAQ 隔晚又做得差一點 其實現在你都見到 NASDAQ的期貨也做得比較差 這個對於科學股來說 都是有負面的影響 不過你說是不是很大的 會全面的情況體淡呢 又不是 我始終會覺得 NASDAQ 今個月的底位已經出現了 看看會不會穿 但是你現在距離的底位 已經有段距離 因為之前有一個反彈 反彈完之後有些回調 其實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說看NASDAQ那邊 我想就看10700這個位置 如果不穿的話 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嗯 那 抽水或者配股 那 E牌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都幾隻 而且規模不小 那 今天有一隻 改版了 ESR 1821 那 二十幾億的錢 這樣一聲就刺了出來 那 你看到圖都很高 那 對高位 然後 在現在升了一些 之後開始配 那 那 那 現在做到二十三個二六半 那 跌了 過半 6% 左右 市值做到七百一十二億 那 那 那 ESR 怎麼看呢 或者 這段 其實 好像 那些人說 喂 那 你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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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麼 那 這 會不會 那 那 或者搞定了就不用再看呢 如果公司本身自己抽水 通常我們的分析就審視一下他的財務狀況 如果你是真的純粹是做一些的減債 或者是有某些部署可以給到市場衝勁 反而是一件好事來的 例如恆大汽車但市場對他不是很負面的 因為他配給誰呢 他配給騰訊、紅衫那些都是大名的 這個就是公司本身配股雜誌的情況 121就是主要股東的減債 大家不知道主要股東減債的原因是什麼 可能他自己藏無需要 也可能他最壞的情況是看淡公司的前景 這樣的情況之後相對會比較負面 如果看看1821 外電引述的銷售文件 他主要股東的SK控股 22.5元來做減債 22.5元雖然現在未穿 今天的低位也未穿 但是都接近的會去那些位置 看看這個位置做指標會不會搜到 因為我們不知道股東減債的原因是什麼 但是今天一跌 10天20天都穿了 他的價格其實都是在10天50天 中間左右 是 那麼 抹到那麼低 而且那些手貨 相對來說 都不少 不少 一直在成家綁手 對呀 你看回他的Tenover 之前的Tenover 其實不多 那麼會不會影響他接下來的走勢呢 這個一評會 和你所說 比較重要的就是 他那手貨真的不少 他的市值 710多億 但是如果你說 這批貨就等於 他 6點幾個percent 這個4.58個percent的股權 1.4億 那麼 涉及他的金額是 30幾億 其實都相當之厲害 他 減持完之後現在還有6.4% 如果他進一步減持的話 其實他需要披露的 這個可以繼續留意 但是 肯定對於這個股價來講 是一個 相對比較負面的因素 我提到一些平均線 我覺得如果你說 真是配股 這些因素 對於 你單純看這些平均線 那個指標狀況相對小 等這些消息消化了之後 才回歸回一個 技術可以反映到 他的走勢的情況 不過我對他的 後悍就不是太樂觀 是 經常有些股 其實都 挺貴的 有些 股票 不知為何配完之後 就升到 升到爆炒 是 有些 配完之後 只要配給誰 對 只要配給誰 但這次 好像沒有 披露是配給什麼人 708都告訴你 是騰訊 給我都說 我都說 看好 現在 1001 沒有披露 或者有什麼大名 去接貨 會不會 這個因素 令到 令到 121 未必那麼看好 因為你沒有了這些消息 做一個 後盾 或者做一個炒作 市場完全找不到一個炒作的理由 有時你配了 為何有些股 配完之後升 因為大家 憧憬 他是 說公司配 他是有一個擴大股本 引入一些新的資金 和投資者 從而有一個業務的憧憬 給大家 如果有時 有些股東 他配股 配受自己的股份 而股價的上升 很多時候就是反映 大家憧憬新的投資者 有些新的投資者 你的股權是不是逆手呢 是否整間公司 你打算是賣了他 大家都有這些衝勁 這樣就可以驅動到股價的上升 但是 你看 這個 121 似乎沒有這些因素存在 對於這個後向 沒有什麼趨化劑 那也是純粹 其實也是聰明的 喂 你估30多億沒有turnover 不要說跌過6% 跌20%也不止 所以其實已經算是跌得少了 老實說 所以 如果有貨的話 這些位置 之前有賺的話 真的可以想到資產 走多就走啦 你趁有利益 另外看了708 剛剛提過 批了首貨就給騰訊 紅燦這些大名 其實 價格 都是站在 大約 25元左右的支持 稍微 但是都低於10天20天50天平均線 那麼 最近 1211 很瘋 升過8元 上次 變成紅底股 對呀 已經變成紅底股 早兩天我們先說了10個 早兩天都說了 你變成紅底股 看了什麼時候 今個星期 你走個星期 已經升了10% 待會我們再講講 708 既然有 其實大家幻想而已 恆大可以做什麼 暫時 車還沒出來不知道 都在賣concept concept 加上了 紅燦又有什麼可以 offer給公司 700又有什麼可以offer給公司 你才能 突顯到他們的價值 現在組團 一起做這個電動車 恆大汽車 是 老實說是禮真 還是 其實都是合在一起 你知道 經常都說地主會 為了一起炒股票 即是馬生一起 一起 對呀 找馬生一起 恆大是預算炒股票 還是怎樣 之前有個 說說19條人 加賣3333 賣了95%的股權 其實很集中 這麼集中的話 當然這個解釋了 之前我們經常說 恆大暴力式炒股 一升升幾倍 喂 都升了幾倍了 又做是這麼齊貨 即是未散貨 那三千多億 會不會炒到一萬億呢 弄回3690 或者1810 這些升勢 它又是不是玩 即是你這麼大尺寸 又好像很難你 玩炒大 炒高 然後高位散貨 這樣就玩完了 然後再低位收貨 然後再炒高散貨 即是你這麼大的尺寸的股份 這樣玩法 好像COS 好像高一點 是啊 風險也比較大 你說它是不是 舊見一些比較美好的憧憬 還有一些故事 這個是的 一定有這些成分 但是 是不是說 它的車全部是虛幻的呢 那我又覺得 都不是那麼負面 因為它其實 始終都買了一間車廠 6月 八月 應該是6月的時候 完成了一單的收購 完全是持有 這間車廠的 所有的股權 一間車廠 以前是做新補汽車的 其實都會有些技術基礎 所以 你從這個層面看 它有沒有誠意去做汽車呢 都有的 所以我又覺得 不需要太過負面 但是 你要期望它 短期有一個趨化劑 單單是因為 它引入了 騰訊紅燦做的股東 我又覺得 比較困難 原因是 它現在 市值 是 2200億 但是它引入的 規模 配股的規模 很小 好像都是佔 它 整個股權的2%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不會期望 它跟騰訊有協同效應 而騰訊也 我相信 不會因為這個 那麼小的投資 而去 跟它有 一些深度合作 那麼 你最多是有些平台上的互通 但是那些都是正常的商業行為 又不是 大家一個聯盟式的關係 所以 衝敬的空間就會小了 但是 始終 它這些的配股 集資 或者印入股東 都是涉及一些大名的 都是涉及 騰訊紅燦 這些都是名牌的 尹峰 那麼 其實 大家雖然沒有一個嚴愛衝敬 但是 大家都會知道 這些基金 就算我錢多 我都不是丟到鹹水海 我都不是明知輸定會丟下去 我當然會有少少 憧憬 我有少少 寄望 我才會去投放資金下去的 萬一 你將來 升價十倍 變成了兩萬億的企業 我的投資 我的投資 起碼都叫做有回報 所以 這個 這個配股 我又不覺得是一個 負面的因素 始終是一個 中性偏好的 但是它的股價 說到尾 我想都是要看回 他自己的業務的表現 和他的產品 給到市場的一個 觀感也好 評價也好 始終有產品未出來 他就期望今年內會 真是面世 真是見到過 實物 但是 大家就繼續觀望 你看那個走勢 25元是站著的 看看會不會穿的 如果明顯失手25元 那 下次可能20元都要穿的 明白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當然 說到136元 確實在是 這陣子 最近都要提提 恆騰網 對 恆騰網 現在的市場 市場是 280億 總共30億 最接近2.6億 升1.4% 成交金額是2.3億 那給恆大汽車 恆大汽車 恆大汽車的Turva是多一倍的 那些人是不是開始衝擊 既然財群肯定炒股票 是呀,不斷衝擊 炒股票才是去山西主業 既然是這樣 你那隻就突然間 3千億,2千,3千億 這隻會不會有同景 純粹炒股票 的確你見到4條3都 開始做減債的行為 提早一些債券 一來你這麼多債 不是中央所樂於見到的 似乎都是內房企業 4條3 第二就是可以向外顯示 其實我們都不是10個煲 只有5個蓋 我們現在開始有6個 開始有7個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 對他整個系來講 都是正面的 希望他整個財政狀況 持續去改善 至於136 就股價一向比較波動 你都見到 炒上去 還有之前他的聲勢 是可以成浪 然後就換你一大排 所以其實很難炒 這個股份 你說他有沒有一些很實質的 一些例如 好像阿里 好像騰訊 那樣的業務 他又不是那一種 的IT股 來的 就算你要找一些科網 去買 我又寧願選 可能騰訊生態圈 或者可能 Fintech那類股的股份 嗯 那都是 看看 那這些 就是賣大小的 你始終不知道 他的操作 會是怎樣 沒錯 那大家 都是看路 如果有的話 就倒閉一點 但始終要注意自己的方便 難炒的 那今天 就什麼都跌了 那既然說到 恆大汽車 十大城街 裡面有一隻星 只有一隻星 剛剛提過 1211 給一下股份 那就是 撕嬌了 那跟著 十天線 向上狂扯 其實今天 你叫做十次星 那會不會 今天 升完之後 那 那 短期 會有 少少 回穩 或者 回調 出現呢 因為始終都 真的短期爆了 十幾二十個% 我有些擔心 而他往直 他一向都是這樣的 是 之前幾個都是 是啊 他的回調不是高位整固 他是釘兩成的 是啊 那 我不是說他現在要馬上看回六十元 而是你高最一向沒有好處的 還有 還有 消息面上 你都看到 留意外電 中國官方都 說明 我們其實不會急於 完全淘汰石化能源的汽車 還有大家翻查一些資料 2017年的時候 官方會說 我去到2025年 那個新能源汽車的佔比是 可能20-25% 應該是 差不多 15-25% 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是20-25% 但是現在 最新官方的 那條線 或者他的立場 其實就說到 如果現在大約20%左右 其實 我們都 接受的 那 其實都反映 官方是 對於一些傳統車企 沒有一個很急於打壓的意圖 具體 具體數字 具體目標 我們未必知道 內地的情況 我們可能都是留意 每月的一些銷售數據 但是 實際你會見到 你要全面發展一些新能源汽車 你又要想 充電裝 又要想其他的配套 等等 這個對車企的挑戰 其實也是很大的 所以其實中國官方都說 我們其中一個發展的方向 或者主力 其實會是一些混能汽車 混能汽車不用充電 你由站就可以了 這個 是不是這麼持續性 有利一些 完全是標榜電動車的企業 例如 比亞迪 比亞迪 大家是滑上了一個等號 所以如果要選擇 我寧願選擇 吉利汽車 因為他畢竟 所掌握的技術 層面比較高 這個一來 二來 他有傳統汽車 他其實很致力 是想發展一些新能源汽車 那 如果從一個中線角度 我反而覺得 你那個直播率會比較高 短線來說 就像剛才說 比亞迪 你看他這樣升 升到這些位置 他根據往績 就不是站得穩的 所以短線 我也不會說這些位置去搏 不是說 當然他跌下來 找到支持 可能 去回90元頭的位置 你再買 又有勝算 但這些位置 我又覺得 你要衡量的直播率 嗯 明白 小心 明天咬棍下來 真的沒有仇報 哈哈 有的 有的 時間 大家青春有限 明天不知道 明天試 小心點 有的 吉里汽車 如果是 10天 20天 50天 其實都在一起 大約15元 16元 這些位置 都試過幾次 有明顯少少的支持位 去到這些位置 底下 如果這裏入 會看多少 是短線炒 還是長期持有 我覺得這些位置 那個 直播率都高 但是 我就會傾向長線持有 這個 放在一個比較中長式的角度 所以 不用急 其實你慢慢收集就可以了 不是那些你要走一轉 那種的股份 雖然你看到 7月頭 那一轉 其實都升得幾急 但是 之後 它有高位置 又換你一拍 其實你拉回雲 用回看長線 它都是很緩慢的 向上 不是那種 即給壓敵那種 爆兩成 然後 一成 那 那 先報一報MICCAP 1211 就大約 1千億左右 現在這位 那麼 吉里是 1566億的市值 那 大家看看 哪一隻 就比較適合自己的投資方向 沒有錯 有些號碼想問一下 那 293 那 想搏反彈國泰航空 那 中航 或者內地的航空公司 這陣子聲音韓韓聲 或者那些 飛機租運 中銀 你說中銀飛機租運 都 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有些復甦的憧憬 是啊 死人國泰 真是 真是死人 真是死人 真是死人國泰 現在計劃炒6千人 有少許報道 那 過去幾天其實有跌的 那 不是未升過 之前都在五元 樓上 但到 最高都是去到六個半 三成的 三成的 但是 就 回到現在 穿了十天 二十天平均線 那 向著五十天平均線 進發 這隻 現在 其實 國泰都回到三百八十二億馬卡 和高位比 真是 不見一大缺 即是不要說 即是給不到 那 那 這隻 國泰 短線會怎樣看呢 始終欠缺 吹發劑 和一些基本因素 嗯 就是 當然 傳統上 那些財源 對於企業來講 是一個利好消息 因為可以 就是 減他的 cause 但是對於國泰 未必真的這麼利好的 因為 他又不是第一次財源 是 而 大家對他的 印象都比較負面的了 他面對一個比較差些的業務的環境 那 即使是一個好的經濟環境 他都要面對很強烈的競爭 那 其實對於國泰 大家一直都是 那 變成 他有財源的大家的解讀 就會變成 你 肯定是非常之不行 燒錢 每個月燒 燒幾十億 這樣 所以才 要這樣做 這樣 那 而大家見不到 這個宏觀環境 有一個 短期內 大幅改善 大幅扭轉的契機 所以 你見到 這個就會反映到國泰的股價 那裏 即使你從技術上看 我想 如果你說反彈的 其實我會覺得 反彈已經差不多完結了 你看回 高位9元 那些 一路滑下來 去到接近5元 你反彈回 0.236 其實已經是之前那些位置 而這個形態上 你看到圖表 其實更加出現了一個小圓頂 小圓頂的話 其實如果 穿了 這條50天線的話 其實走勢會更加差 有機會試回之前 甚至再穿之前的低位 那現在走勢是要考驗50天線 看看7.4 7.3這些位置 可不可以先守住 但是上方 你說要破8天線 7.8這些位置 有十分之困難 所以我又覺得 現在的直博率 不是太高 那如果之前高位 買了一隻銀行 那會不會 這些位置彈了 那不如 切一切 換一下 換一下馬 換馬是一個好選擇 因為 我會選擇一些科技股 我會覺得 起碼會走得快 雖然今天大家都走得那麼差 但是 他們的復蘇速度 一定會比較快 甚至乎 我不喜歡 我的投資組合需要一些舊經濟股 那我就會寧願選一些內地的航空股 你看內地的航空股的走勢是好些的 這個原因都跟內地的實質 是 那個旅遊需求 是比較強烈 比較大有關 而內地對於疫情的控制 也都是 相對在數字上顯現到 嗯 這樣的情況之下 一定是有利於內地的航空股 是 那 傳統內地的十一 黃金州 是 現在在出 出不到外 對 出不到外 在北京人要去廣州遊覽一下 又有高鐵 是的 對 對內地的內需股 有沒有一個 比較好的影響 有的 但是之前大家都已經大幅衝勁了 你看到內需股 傳統產業的股份 都已經炒到百多倍了 有很多 包括火鍋股 甚至乎 食鴨頸 但是 這類股份的衝勁空間 有幾大呢 我會有少懷疑 我說業務部分的衝勁空間 是的 很難 憧憬 鴨頸 的業務 是大幅增長的 當然 他們 那個 復甦的力度 是很大 很厲害 你當 炒股是OK的 這些股份 但是 你說是不是一個 趨勢性的 持續上升呢 我又有少少保留 明白 那 有些問題繼續解答 觀眾問題先 那 1689 九龍子葉 那 那 現在呢 九龍子葉 就做中 10個2.4 今天升0.4% 那 marketcap 480億 那 又是復蘇概念 那 那 都 在之前三月底位 其實 六元 那 其實跟著市 跟著大小 升 穿了十元 那 過去幾天 其實充了一元幾 升了十幾二十 那 這隻東西 短期跟上 還是 好像 又是到頂了 短期 不要 找低一點的位置再進呢 到頂我覺得未必 但是 我想 要小心一點 走勢 如果偏離十千線 就 都 有 之前的走勢 都一路貼著十千線 那 如果明顯偏離的話 現在再去追入的話 那個直播率相對 會小了 計 估值 你看看表面數字 不是 誇張 不是 10倍視認率 3厘的估值 這些對他來說 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我不敢說有防守力 所以其實 你 行量的直播率 或者去做一個短期 中市的買入 可以 但是不是這些位置 可能要看回十天線 等他有回調的時候 才去考慮 十天線 如果調查 大概現在在九個半的位置 是 就不要買貴了 買貴了 你又會捱價 捱價 是 輸時間 2314 李文造紙 先報價 2314 更誇張 對 5.86 小一半 市值 254億 升了7% 剛剛所說 都爆了上來了 突然間 4.5 不如 他問兩隻哪隻好一點 如果你用炒的角度 我會選擇2314 為什麼呢 你看2314的突破 無論在動能上 和走勢上 都是大很多 但是 小心點 留意今天那些盤路 和走勢 場上拍攝 這些形態 通常我都不太喜歡 那個 下跌力度都可以很大 對 你看到成交 明顯增加了 對 和2689 有一點不同 對 就是2689 等他回到你 可以做一個中四級 對 第二三14 真是純粹 短炒 所以 看看 買盤 股盤 反而 買盤 股盤 支持比較少 就 忍一忍手 不要拼 直接 抄身股 是的 真的 那 做有的問題 1055 即是東航 南航 sorry 即是南航 670 才是東航 四七九 下跌1.2% 那 即是南航 你怎麼看呢 內地銀行股 我也看好 我也覺得 可以持續做一個收集 我們始終 好像剛才所說 疫情的控制 中國是比其他國家 在數字上顯現出來 是比較好的 它也是比較快 重啟經濟 重啟人流 人口的流動 原因當然是 它對於人口流動的監察 比任何國家 其實都厲害 這個對於疫情的控制來講 單單是 疫情控制來講 是正面的因素 好似剛才所說 就是 在未來的黃金洲 大家出行的意欲都很高 當然 你國民要出去美國 去英國 當然 日本也不用想 但是 在國內 你單單是 高鐵都不足以應付出行的需求 這個對於航空股 或者航空業來講 其實都是有一個正面因素的存在 再加上 其實 從中四角度看 它貨運的需求 其實也是會增加 這個其實 對於一些航空股來講 都是正面的 所以你看到 這些航空股的股價 也是反映了這個因素 但是當然 傳統產業股 就不是太適宜 它的走勢太過偏離 都是跟著 十天線位 找一些平均線位 去入 市基級立 明白 最後一個問題 2101科路控股 今天出了Allocation 就39萬人抽 真誇張 對 你看到 其實它分飛都有點奇怪 基本上 你抽中 都只有一手 一甲組 在抽一手 有20萬人抽 只有4000人 就中飛 非常之低 非常低 暗判可能會搶飛 會不會呢 不知道 留意著 有時候真的不可以不說 甲組尾跟月祖頭 其實差了十萬 一個是五十萬 一個是六十萬 甲組尾 就中兩手 月祖頭 就中五手 差了十萬 其實都是幾十萬 八十九萬 就是差了八十九萬 九十萬 九十萬 你有多三手 那你怎麼抽呢 有什麼推薦 其實 因為你到Hallocation 都是要完結 招股公司才會訂 通常都是這樣 但是如果在策略上面 是不是抽 如果抽這麼熱的新股 月祖頭 是一定優勢的 最具成本效益的 其實是十萬股 其實是十萬股 你看過Hallocation 但是正如 這裏所說 你在抽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 哪個位最熟 十萬為什麼最熟 因為 你的成本效益 你的成本相對低一點 但是你就保證可以中 因為如果你要中兩手 你要五十萬股 那就是說 你多一倍的分配 要付出多四倍的成本 那變成A組 你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沒有這麼熟 但是 都是一句 你在入票的時候 你不知道 為了提高的勝算 和更加好運用的資金 你給我選 我會選B組 因為B組分票 怎麼都會多些 原因就是 你入的人是少了 相對A組是少一點的 沒有人 每個人都有這麼多資金 當然 每個人都是拿 孖展你入的 差不多 那你多一 你多十萬股 正如說計多九十萬 那就是 其實你又給多九萬元的按金 一般九成孖展計 那這個就是 自己衡量自己的能力 但是 一些真的 很熱門的新股 我又不是太建議 你抽到A組中間 那沒有什麼用 幾百元的息都是錢 你幾百元的息都虧了 還要手續費 你媽展 這個就 直接是益勢獻商 自己去衡量 你一入 不如 你真的有心要中的 如果它熱門的 你就入B組 抽新股都是講效率的 那這方法 我們真的 下次 下星期 真的找日子 跟大家聊一聊 尤其是 接下來十月 或者九月 很多新股 那 免得 大家的機會 因為 一次機會 足以 致命 或者足以令你發達 那 發達不行 我得慢一點 吃多餐飯 都可以 反而小的 小的 我們那天都說 一四零八 一四五 那 你看一四五五 今天都 都很厲害 是啊 你高追了的話 其實你真的 下咳一咳 是啊 你也沒有一半 所以 這些真的 矮高人膽大 但它都在水面 但問題就是 它一開 其實已經八核子 如果是後面追 基本上 下個七號半 它是四核 所以都放在這裏 那 時間差不多了 想問一下 Ryan今天有哪隻 有持有的 講到的股票 沒有持有的 好 那補回銀子 中市收24,327點 跌398點 成交692億 那我們下個星期 再跟Ryan 看看這次 拜拜 拜拜 拜拜